今天在河边洗脚的时候,隐约看见旁边有个粉色的东西。 咦,是一只粉色的小乌龟呀。 好奇怪,它怎么不动呀?是不是领盒饭了? 是不是它身上的油漆导致它领盒饭的?这也太可怜了吧。 先放在这,拿个工具继续寻找一下。 现在拿上工具,继续去刚刚那个地方寻找一下有没有小乌龟。 到了到了,刚刚那只小乌龟还在这,原来真的领盒饭了。 现在我们继续寻找一下吧。 咦,前面那个飘在水面上的是什么啊? 哇,又是两只卡通小乌龟啊。 好奇怪,这两只卡通乌龟怎么会跑到这上面来了呀? 这两个乌龟还挺可爱的哈,颜色都还挺鲜艳的。 先把它们放在桶里吧。 哇,石头缝里发现了粉色的小乌龟。 这只还挺大的哈,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乌龟在这里。 哇,水底下还有一只呢,有句话说得好,好事成双。 咦,前面那红色的是什么? 我去,怎么那么多卡通小乌龟啊?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,不错不错好开心啊。 先把它们放进桶里吧,随便寻找了一下就找到了五只。 我去,这个水坑里又发现一个黄色的小乌龟,现在把它扒拉过来吧。 一只身上带有小猪配其图案的小乌龟,这也太漂亮了吧。 我丢,这个小圈圈里是什么呀? 哇,又是一只卡通乌龟啊! 难道这边卡通乌龟都已经泛滥成灾了吗? 哇靠,前面好像又有一只白色的卡通乌龟呀。 我去,这运气真的太好了,它身后的小洞是不是它的乌龟洞呀,真不错哈。 这一个小水坑就收获了三只卡通乌龟,现在我要把最开始那只卡通乌龟埋上去来,因为它已经饮了盒饭了,还是让它入土为安吧。 你们说我这样做是对的吗? 最后再给你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吧。 对了,听好多粉丝说想看我去除乌龟身上的油漆,有想看的评论区说一下,明天我就去除油漆哦。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给个小爱心吧,谢谢了。 大家早上好,听好多粉丝说想看我去除卡通乌龟身上的油漆,待会我就满足一下大家吧。 这些油漆是无良商家为了卖个好价钱,才把油漆涂上去的,今天就让我来拯救一下这只卡通乌龟吧。 我去,我的刀怎么自己跑树上来了? 难怪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,今天就用这个刀帮卡通乌龟去除一下油漆吧。 现在开始去除卡通乌龟身上的油漆了,我把油漆去除完,你们能给小弟一个免费的爱心吗? 这只乌龟身上的油漆比较厚,比较难去除,你们看不知不觉已经去除了一小部分了哈,再坚持坚持就把它全部去除了,去除油漆还挺累的哈,你们有去除过油漆吗? 刚刚经过了我半个小时的努力,乌龟身上的油漆已经被我去除了一半了,现在我把乌龟外面一圈的油漆去除完,差不多就该完成了。 这只乌龟的油漆确实挺厚的哈,还挺难去除的,不过经过了我一个小时的努力,外面一圈的油漆差不多也该去除完成了,你们觉得我厉不厉害? 累死了,累死了,刚刚经过了我不断的努力,现在乌龟壳上面的油漆剩下最后一半了,等我把油漆去除完,你们可以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吗? 谢谢你们了,不知不觉已经感觉快去除完了,我觉得我手速还挺快的哈,你们说,我把油漆去除掉是不是对的? 你们看已经完全去除了哈,现在把它放在游泳圈上面练习游泳吧。 这里还有几只乌龟,还有想看去除油漆的评论区告诉我。 鱼虾养殖第22天,来看看我的鱼儿们吧。 哇,鱼儿们都挺健康挺活跃的哈,就是这个水,有点绿绿的感觉,也不知道怎么会变绿色,你们有知道的吗? 鱼缸里面的成员也不多了,待会出门添加点心成员。 先穿上我的二手拖鞋。 再拿上我祖传的抄网,和我十八手的水桶,出去找点心成员去。 就是这个地方,风景看起来还不错哈,待会就在这下面抄上几网。 咱们先抄上第一网,看看这里有没有鱼货,在这个树根底下多抄几下。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网的收获有什么吧,树根底下树叶就是多,第一网的收获不太理想啊,就几只小虾米。 你们看看都是很小的这种。 紧接着我赶紧来抄上第二网,也不知道第二网的收获有没有鱼儿,沿着小河边多抄几网试试。 准备收上来看看,给你们看一下第二网的收获吧。 这一网抄到一只小鱼儿,你们看这只鱼儿身上的颜色七彩斑斓得特别漂亮,待会就放进我家鱼缸里养着。 现在开始抄第三网,刚刚发现这个树根下面有好多鱼儿游来游去,所以我决定在这个树根下面多抄几下。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收获吧,咦,里面白色的东西是什么? 我去,竟然抄到一只白色的鱼儿,我也是第一次见过这种鱼,你们有认识这只鱼的吗? 它现在的活力很强大,待会把它放进我的鱼缸里养着,一定很好看。 你们看刚刚还抄到一只波斯顿龙虾。 我这运气没谁了,太好了吧。 刚刚在这石头上发现入侵物种,我要用木棍把它去除,不能让它污染了环境,你们说,我这样做是对的吗? 刚准备回家的时候,发现小水坑旁边还有一只波士顿龙虾,把它带回去一起养着。 到家了,到家了,你们看这只鱼嘴巴还在动,它应该是口渴想喝水了吧? 那就把它放进鱼缸里让它喝个够吧。 再把抓到的波斯顿龙虾也放进去养着。 最后还有一只七彩斑斓的鱼也放进去吧,你们看颜色不错吧,放进鱼缸,一定很好看。 大家早上好,来看看我的成员们吧。 刚刚游泳圈上面是什么东西跑下去了,好快的速度啊,看都没看清楚。 我去,这只乌龟在干嘛呀,它在享受沐浴阳光吗? 待会打算去小瀑布边也踩一波,出门前先换个托骸。 再拿上我十八手的水桶,和我二手抄网,出发也踩。 到了兄弟们,就是这个小瀑布边,待会就在前面几个小水坑里面寻找一下。 我去,一来就在水坑的木头上发现一只黑色的小乌龟,运气怎么那么好啊? 你们有认识这只乌龟的吗? 它的肚子是黑色的,它的乌龟壳上面的花纹还挺好看的哈。 现在再来刚刚那个找到乌龟的水坑抄一下看看有没有疑惑吧。 刚刚我看到有什么东西冒了几个泡泡在水面上,我去,我已经看到它了,这是一只好大的电蛮啊。 我去,这只电蛮身上太滑了,好难抓起来啊,我还特别怕它突然放电,不然我就领盒饭了。 你们看,这个水坑里有个什么东西,把它抓起来看看。 我去,这运气没谁了。 竟然在水坑里又发现一只小乌龟,难道这里是有个乌龟窝吗? 待会继续在这寻找看看,刚刚那只小乌龟就是在这里发现的,现在我们往前面看看。 咦,那个黄色的是什么东西啊?把它抓上来看看是什么。 我去,这是什么鱼啊,我怎么从来没见过,在这个小水沟里面发现的,你们有认识的吗?有认识的麻烦告诉我一下哦。 已经到家了,先把它们分类一下吧,这两只小乌龟就先放在我的乌龟缸吧。 再把我的大电门放进我的鱼缸里,真的好害怕它突然放电啊。 这只黄色的鱼儿你们有认识的吗?今天就先把它单独放在这个盒子里面养着吧,看着还挺好看的哈,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